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最爱什么人呢 最爱网红啊 外加仿卖上市的孟杰 前段时间不是搭上了带货女王吗 有原本低迷的股票 那是一飞冲天啊 10天里面8次涨停 这公司的市值呢 也从40亿暴涨到了77亿 几乎翻了一倍 那有假人就问了 带个货就能涨停啊 这也太简单了吧 没错 深交所也是这么想 上周呢 他们就要求孟杰给出合理的解释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有没有搞内幕交易啊 有没有股价炒作啊 堪称灵魂三两问啊 这通俗的来讲呢 那就是你们的股东高管 有没有蹭网红带货的热度 趁机拉高股价 完了之后把自己手里持有的公司股票 大量卖出狠狠赚他一笔 但是呢 却不管公司到底好不好 那边呢 孟杰数钱数了一半 那赶紧就爬起来回复啊 假人们 你们听我解释 我们是探索网红带货新模式 不是为了让大股东们趁机套现的 大家放轻松 40米大刀先收回去 不要慌 问题不大 那有假人就问了 行吧行吧行吧 那孟杰到底跟这威亚合作的怎么样呢 今年 威亚呢 为孟杰直播带货 一共有四次 除了最近一次 还没有结算之外 前三场累计销售额呢 是800多万 这只占到了孟杰 去年营收的0.3% 而且这800多万里面 还包含了要付给威亚团队的费用 同时呢 这孟杰今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况呢 其实也很一般 跟去年同期比啊 跌了34%还不止 这就相当于啊 这家业绩本来不咋地的上市公司 干了一件不是特别赚钱的事 但就因为这件事 市值暴涨 这几百万 换来了几十个亿啊 这是堪称四两拨千金 但是 陈友灵魂三连问 后有带货的真实数据 这孟杰股价之后 那是一路跌停 可问题是 这边跌着 孟杰的主要股东们 却是笑得合本嘴 这公司第二大股东 同时也是他们董事长的前妻 阿静 在股价大跌之前 就已经减持了将近一千五百万 泡线的资金将近有一个亿啊 这不光他 其他有五大股东 也好像约好了一样 大跌之前精准泡线 堪称股东里面的节奏大师 有假人呢 就提出了一个特别客观的问题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之前不是说没有减持吗 什么情况啊 这边孟杰特别淡淡地说 哼 我说的是 没有趁热点趁机减持 这些股东高管呢 什么都不知道 减持呢 大概是巧合吧 玩的呀 行吧 你说什么我就当信了 又有假人就问了 哎呀那这类网红干年谱啊 他到底靠不靠谱啊 哈哈哈哈 来我们用具体案例说话 之前卖鞋子皮革香包的星期六 搭上了李子曦 一个多月里面涨停18天 搞文化传媒的新文化 搭上李佳琪 也曾经五连版 但很快因为啊 他们自己本身的业绩不行 就被打回了原型 一般公司把网红当男神女神 可不有问题的公司 把网红当故神呢 又有假人来问了 那我可不可以 拥有李佳琪和威亚的签名呢 哈哈哈哈 假人啊 我的签名你要不要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真的才行 生日旅行 记得点赞加关注